在美国的各位同学们 晚上好或者下午好 国内的各位朋友上午好 非常感谢央视新闻平台 今天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连线来交流来谈心 本来呢我们大使馆每年在正月里边 邀请我们同学到使馆来 搞一个春节联欢的 要一起包饺子的 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把这个活动推迟了 但是我们心里始终牵挂着同学们 在美国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今天新闻也报道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的一次 政治局参议会议上 特别要求 要保护好我们在海外公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大使馆各个总领馆来说 这是一件头等大事 那么今年以来 这个新冠病毒造成这疫情 可以说是牵动了全世界 在国内发生疫情的初期 我们各位同学们 在美国的留学生们 心系祖国 心系国内的亲人 积极声援国内的抗击疫情的努力 主动的捐款捐物 给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同胞们 吉他的鼓舞和支持 国内父老乡亲们 对大家是感到欣慰的 是感到自豪的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 在习近平主席 坚强领导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 我们全国上下 共同努力 现在国内的疫情 防控的形势 持续向好 生产生活的秩序 也在加快恢复当中 这是我们14亿中华儿女 齐心协力 共同奋斗的结果 这里面当然也有 我们广大留美同学们的贡献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 国内外防控疫情的形势 还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特别是国际上的疫情 快速蔓延 也包括美国在内 当然美国政府 美国各个州 和美国CDC 这些专业部门 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所以党和政府 对于我们海外同胞的福祉 十分关心 我们使领馆 一定会和大家一起 做好应对疫情的工作 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和健康 所以今天利用这机会 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跟大家有个交流 大家谈谈大家的想法 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建议 我记得美国人有个说法 叫Town Hall Meeting 这是美国人 他举行政治活动 我们都是家里人 今天我们就算是 在线一起坐在客厅里 谈谈心 所以我很想先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感谢大使 跟我们定了个调 我们今天在一起 就是谈谈心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畅所欲言 接下来我都不占用大家时间 您说 主持人 我能不能补充一句 因为我们在 我们中国在美国 还有五个总领事馆 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 休斯顿 五位总领事 知道我们今天要联系 专门嘱咐我 一定要向大家 转达他们的问候 所以我先把这问候转达到 好的 非常感谢大使 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 留学生的网友朋友们 在关注我们直播 相信也收到了 大使的转达 谢谢大家